清理工作很简单 按下开关 然后看着设备慢慢的 有条不紊的清理水面的塑料 海桶是一个相当简单的设备 它有一个泵 通过它将塑料和碎片拉入底部 然后从底部泵出水 海桶能收集捞起各种污染物 小到碎渣 塑料原料 聚本乙烯 大到水桶碎片和塑料瓶子 这个叫海桶的设备 由两位澳大利亚冲浪者发明 它能够收集直径只有两毫米的塑料渣 每年可以收集多达两万个塑料瓶 这个设备如今被安装在 英国的美洲杯帆船队的扶船上 作为一个团队 一个航海团队 我们目睹了海洋塑料和海洋垃圾 对环境的影响 这个大胆的小小海洋清洁工 从海里捞起了不少垃圾 塑料方面 我们可能已经捞出了 150公斤塑料和其他东西 海桶也能够对漂浮物进行过滤 如果水面有浮油 洗涤剂和其他污染物 它也能过滤掉 用处很大 据估计 世界上每年有 大约800万公吨塑料流入大海 被清除的海洋塑料 只是沧海一宿 美国真意凯文 华盛顿报道